《上门龙序》第3019章 无意事件 一想到自己有可能与叶晨成为同一类人 一藤蔡蔡子心中自是激动不已 他看向景清法师 恭敬地问 师父 不知您可否指点一下 究竟如何才能真正误导 说这番话的时候 一藤蔡蔡子心里很没有把握 他觉得 现如今这个社会 凡事留一手 已然是常态 即便是普通的武道 任何一个门派 家族 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心法 告知其他人 更不用说 这种更高层次的修炼了 可是 他还是想试一试 因为他觉得 既然景清法师跟自己说了这么多 或许他会愿意再多说一点 让自己豁然开朗 景清法师 此时深吸一口气 不由感叹 施主有天纵之姿 平僧自不能坐视施主的天赋 被埋目浪费 其实施主已经基本上找到了悟道的关键 但唯一做错的一步 是施主不该向高处去后 试图靠纵身一跃 来让神识进入石海 靠这种方法 是无法进入石海的 蔡蔡子连忙追问 那应当如何才能进入石海呢 景清法师一字一句道 让在神识融入 融入 蔡蔡子惊呼道 莫非是要让我的神识 与那片石海融为一体 没错 景清法师点了点头 认真道 施主 所谓石海 就如平僧说的宇宙那般 施主若把自己的神识当作自己 那就等同于一个人纵身跃进一片海 海洋浩瀚无际 可人所能感知的 不过是身边十丈 数十丈远 只有将神识融入石海 神识才能掌控整个石海 让整个石海都如地球仪一般 直观呈现在自己的眼前 所以 施主不要带着所谓的我这个主观意识 进入那片石海 要摒弃神识中对自我的界定 在纵身一跃的那一刻 放下所有自我 让神识完全进入无我的状态 待无我的神识与石海完全融合 便是成功悟道了 蔡蔡子虽然听懂了景清法师的意思 但她却不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我境界 她觉得 人的思维就是主观产生的 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去思考问题 都是用自己的思维 如何才能将自我的意识 从自己的神识中摒弃 于是 她问景清法师 请问师父 如何才能做到无我 景清法师道 无我 也是佛陀所说的无意事件 这是一种境界 只可依会不可言传 贫僧当年也不理解 如何才能真正无我 用了整整八年时间 才终于找到那种境界 所以 施主也只能靠自己去慢慢尝试 慢慢寻找 贫僧也给不了什么好的建议和帮助 一腾菜菜子也不失望 十分尊敬地说道 谢谢师父点拨 我一定尽全力去使 景清法师道 施主也可以 现在就是上一世 贫僧虽然帮不了你 但作为旁观者 或许能根据施主的进展 给施主一些贫僧个人的建议 一腾菜菜子 由于片刻 轻轻点了点头 道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说吧 她开口问 那我现在试一试 可以吗 景清法师单手立在胸口 指了指奖金台下面 专供弟子盘腿打坐的菩团道 阿弥陀佛 施主请吧 别院中 安诚西看着监视器中的蔡菜子 问身旁的孙姐 孙姐 悟道景清用了八年 你觉得蔡菜子需要多久 孙姐微笑道 夫人您当初悟道 只用了半年时间 想来 一腾小姐悟道 至多也就需要两三年 安诚西轻轻摇了摇头 道 蔡菜子比我更有天赋 她悟道所需的时间 一定比我更短 说不定 一个月之内 便可成功悟道 孙姐惊讶地问 夫人这么看好 一腾小姐 安诚西点了点头 道 她比这世上 绝大多数的成年人 都更纯粹 越纯粹的人 自然也就越容易悟道 此时 佛堂中的一腾蔡菜子 已经来到蒲团前盘腿坐下 随后便闭上眼睛 娴熟地将真气与神石调动起来 进入内窥之境 由于早已经掌握了内窥的整个过程 所以 一腾蔡菜子轻车熟路地 便再次来到那片石海 此刻的石海 依旧如之前一般 极端平静 没有任何波澜 一腾蔡菜子 将自己的神石 不断向上推 随着高度的不断增长 神石距离下方的石海 也越来越远 而越向上 无名的阻力便也越大 他竭尽全力达到最高处之后 便再也坚持不住 让自己的神石 开始从高空中坠落 此时的一腾蔡菜子 脑子里想着的 便是如何才能做到无我 无意识 他努力控制自己 不让自己去想任何事情 可越是如此 许多事情 反而如潮水般 飞快地涌入自己的神石 他想到自己的童年 自己的父母 想到自己与夜晨的初见 想到那个京都大雪的夜晚 紧接着 他的神石猛然一顿 一下子冲进了石海之中 但石海却如同被施了法一般 表面依旧是没有任何波澜 被石海包围的蔡菜子 还没来得及调整自己的神石 便感觉一股极大的力道 从四面八方朝着自己袭来 紧接着 一股巨大的力量 开始推着自己向上游 他感觉自己的神石 像极了海底的一个气泡 被无处不在的海水挤压着 用最快的速度冲向水面 紧接着 一腾蔡菜子的神石 便从石海的表面一跃而出 神石被推出石海的那一刻 一腾蔡菜子 忽然睁开眼睛 大口地喘着粗气 不知什么时候 整个人已经大汗淋漓 一旁的锦卿法师开口说道 施主 应当是被石海给推出来了吧 一腾蔡菜子微微点头 有些疲累地说道 控制神石尽可能地向高处去 实在是非常疲累 可没想到 被石海推出来的过程更煎熬 那种无处不在的压力 令人窒息 最关键的是 我越想要误我 就偏偏越会想起许多与自己有关的事情 锦卿法师认真道 悟道确实难如登天 不只是成功很难 体验和尝试的过程也很难 当初贫僧在这种状态中 尝试了整整八年 那八年间 不知失败了多少次 不过施主天赋在贫僧之上 想来也用不了太长时间 说着 锦卿法师诱道 方才施主内窥之时 表情短短熟描几番变化 想来是因为心中所想干扰太多 想达到无意世界 首先要让自己无欲无求 否则的话 恐怕很难成功 一腾菜菜子抿了抿嘴 开口道 我想再试一次 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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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